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只鹅而已 有啥好高贵的 味道可能还不如对里养的大白鹅 李黑也跟着笑 但心里偷摸地扎摸了下 高贵的鹅啊 啥样子 想不出来 没见过 当他看到流言时 莫名就觉得天鹅就该是那样子 皮肤白白的 脖子养得高高的 就连神情都是冷冷的 李黑的心咕咚跳了一下 忘了呼吸 等流言走过去了 他才回过神来 渴得惊天动地 流言是被下放到李黑那个村的 同行的有男有女 都是年轻人 远离城市 远离父母 又一路颠簸 大家伙的脸色都不好看 风尘憔悴 等看到安置的地方 有几个骄养的姑娘当即就哭了起来 那是怎样一个屋子呀 歪歪斜斜地挨在一个坡边 杂草丛生 后坡还垮塌了一半 露出稀拉拉的黄泥巴 脚一踩就陷进去抬不起来了 村之书说 那已经是特别照顾他们了 还是砖房子 有些村民住的还是土胚房呢 说着 村之书就指了指李黑 所有人的视线顺着他手看过去 流言也在其中 李黑的脸就红了 死命勾着头 不想让人看见 但条件再差 人也得过 流言第一个弯起袖子开始收拾屋子 可他们都只拎着几件衣服来的 连个扫帚都没有 李黑就搓着手飞奔回家 把他刚扎的那把大竹条送来了 流言接的 他没笑 但是说了声谢谢你 果然城里来的说话都这么斯文客气 李黑把这话揣进兜里 没事就拿出来回味回味 李黑那个村特别穷 基本都是用包米中机 流言他们自然也是如此 那帮年轻人在家里时都没怎么干过活 做出来的饭时更是粗的祸嗓子 流言端着碗水 好不容易才把手里的包米馒头 就着水硬咽了下去 不吃也不行 每天的活那么多 万一倒下了 村子里缺衣少药的怎么办 什么都没有活下去更重要 流言很快就瘦了 也黑了些 但还是跟村里那些姑娘们不一样 他说话的语气呀 走路的姿势呀 同样的粗布衣服 穿在他身上就是不同 还有那头发 也梳得格外好看 李黑觉得他哪儿哪儿 都比村里的姑娘们要强 他就这么偷偷摸摸地盯着流言 他要是有啥需要帮忙的 李黑肯定二话不说 就跑上去帮忙 他照例会说一句谢谢你 次数多了 自然就瞒不住 流言的那些同伴们 就会阴阳怪气地说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话不用瞎子老先生解释 李黑也知道是啥意思 他不仅是癞蛤蟆 还是最丑最黑的那只 他有这个自知之明 所以他没想过要去燃脂流言 可流言多好啊 他忍不住要去看它 那天李黑又被讽刺了 他蔫了巴基地往水库走 流言却追了上来跟他说 你别理他们 乱说的 说完还塞了一个包米饼给他 包米粉磨得细了些 好瞎咽 李黑那叫一个喜呀 他长红着脸 半天都没憋出一句话来 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流言的背影 消失了 他懊恼地直拍脑门 随便说句啥都好啊 一来一往不就搭上话了吗 蠢透了 包米饼已经凉了 因为少油 味道也就那样 但李黑仍旧怀着虔诚的心 一小块一小块地吃光了 吃完了他才反应过来 坏了 村里的粮食都是有数的 流言把饼子给了他 他自己就得挨饿 李黑心疼得不行 咬咬牙跑去水库 队里在那儿养了鱼 平时是他在看管 他知道从哪儿能捞出鱼来 他没敢偷大的 就偷了一条三指宽的小鱼 找个僻静地烤了 没油没盐 就摘了点青花椒在里头 李黑拿去给留言 他一看鱼 当场就变了脸色 他们去村里也有三个月了 吃腻了包米馒头 早就动过念头 去找点荤食 可是村里人也都这么想 那条小溪已经被翻来覆去的 找过很多遍了 别说这么大的鱼 连只虾米都没有 那么李黑手里的鱼 只能是从水库里偷的 偷工甲的东西可是大罪 刘元当然不想沾 他说我不告诉别人 你赶紧处理了 李黑又把鱼往他面前推了推 结结巴巴地说 给 给你吃 我不告诉别人 此也不说 刘元还想拒绝 可肚子咕咚叫了 那鱼烤得并不好 还有些腥味 但到底是荤香 嚼得他胃都在翻滚叫嚣 李黑猛地塞到他手里 又鼓起勇气 捏起他的一点点衣袖 把人带到更偏的地方 说你吃吧 我给你放风 最后刘元到底成了李黑的共犯 竹理完现场 他也有些尴尬 怎么说都是自己忍不住受了诱惑 但他还是叮嘱李黑 不要再偷鱼了 那不好 刘元是怕偷窃着事 一旦尝到甜头 就栽了进去 那这污点一辈子都洗不掉了 李黑咧着嘴 猛点头 李黑确实没有再去水库偷鱼 但他想了别的招 他去林子深处打鸟 运气好能打到一两只 有时还能掏到几个鸟蛋 不但是鸟 啥能吃的他都逮过 野兔野鸡 甚至田鼠和蛇都抓过 刘元也不矫情 他知道长期挨饿 营养不良的后果 好歹是肉 能补点 试一点 他撕藏了些盐 每次放一点 两人偷偷地分着吃 挺美味的 他也不白吃李黑的 帮他洗过衣服 那时候他们对的衣服 都是合着洗的 刘元就把李黑的 混在里边 谁也分不出来 李黑袖着刘元洗的衣服 觉得格外香 也不知道他用了啥 这不是爱情 两人就算私下来往 也从来没做过 过界的事 刘元不会让 李黑也不会想 他们一个纯粹地 想推另一个好 另一个单纯地 接受了这种好 并且回报了 一转眼 刘元他们到村里 已经一年了 他们从最初的不安 到后来的无措 慢慢地 一点回程的消息都没有 也就认命了 跟村里的人 来往多了起来 有些隐隐能看出 些村里人的影子了 反正日升月降 日子还在继续 李黑以为 日子会这么一直过下去 他就守着 那点小秘密过一辈子 最开始是那天 李黑发现 刘元他们屋里 有股 说不出的气氛 接着村里 大婶 带着刘元 和一个姑娘出来了 两人都打扮过 比平时好看 大婶喜气洋洋地 扭着腰 催着他俩 走快点 后来 李黑才知道 大婶 给那姑娘 相亲去了 拉着刘元 当陪客 是呀 那姑娘都二十四了 是跟着刘元 他们一起到村子来的 比其他人都要大 这年岁的姑娘家 大多都要考虑嫁人了 像他们村 有些十七八岁就嫁了 没多久 那姑娘 嫁给了生产队一个 喂猪的 死了老婆的中年男人 时间一点点过 年纪一点点在长 同刘元一起来的姑娘们 陆陆续续都嫁了 嫁到本村 邻村 镇上的都有 刘元年纪偏小一点 但也十八岁了 相亲这事 马上就要轮到他了 刘元何尝不烦 可他写信回家问过 一点回程的消息也没有 他能再拖个一年两年 但年岁越长 就越拖不得 到时他怎么办 身为女人 嫁人这条路 走到哪儿 都无法避开 再拖了一年 大婶果然给他做梅来了 他知道避不过去 就去见了 那件事 许久之后 刘元回想起来 还会觉得恶心 相亲对象 是外边村的 有点远 他人长得精神 说话也算周到 听说家里条件也不错 前几年新盖了两间木房子 刘元不满意 但也知道这人在这十里八村算好的了 可是让他这么把一辈子交代了 始终不甘心 就在这犹豫的空档 李黑 气喘吁吁地 跑过来告诉他一件事 原来 大婶给他介绍的结婚对象 根本不是他当天 见的那个 人名和家庭条件 都是真的 但人换了 刘元偷偷去看过那人一眼 差点没让他吐出来 真正的那人 小时候得过病 两条腿一粗一戏 鼻孔里成天挂着一管黄鼻涕 嘴巴歪着 收不住口水 原来 那人是大婶的远房亲戚 他家里老人 早就看中了刘元 觉得他长得不错 又是个文化人 做事也周到 就想替自家儿子 讨来当老婆 那家人还给大婶封了一个大红包 大婶当然知道就那人样子 刘元拼死都不会嫁的 就想了那么一出礼带淘江 等嫁进去入了洞房 还怕他不认命 刘元找理由退了那家人 可他也明白 结婚这事是迟早的 更何况退的这桩 把大婶得罪了 他以后肯定更不好过 他掰着手指 把认识的未婚男性数了个遍 要说满意的都没有 他急得嘴上起了火炮 生而为人 有些事即便无力扭转 可他也想把命运这盘棋 尽可能地下得火一点 李黑挖了些蒲公英 给刘元去火 他情绪很低落 艳艳地说了句谢谢 打从大婶张罗他们的婚事时 李黑就一直盯着了 这次轮到刘元 他盯得更死 这才发现了相亲的真相 当时他只有一个想法 不让刘元跳进火坑 可要怎么样 才能保证刘元永远不进火坑 李黑想到那些嫁了的姑娘们 大多过得不好 城市跟农村的区别摆在哪 这种距离仅仅靠生活 是弥补不了的 他愁也替刘元愁 刘元担忧的没错 大婶没赚到那一笔没人费 就记恨上了他 他想既然你看不上那家人 那他就找更好的给你 大婶暗地里找了些小流氓 去骚扰刘元 刘元去找孙之书 可人家也没明晃晃地干啥 就嬉皮笑脸地跟在他身后 能说啥 一句年轻人自由恋爱 就毒死了刘元的求救 一个不好 还赖刘元不自重 才招惹的他们 那天刘元落了单 被一个流氓追着 幸好李黑没见着他就去找 这才把人赶走了 他惊魂未定地跌坐在地上 埋头抱着膝盖 想哭 特别想 有一瞬间他甚至想 就这么着吧 日子怎么过不是过 所谓不愿 不过是意难平 李黑没走 就看着刘元头顶的那个悬发愣 也不知怎么想的 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要不然就嫁了他吧 反正他会对他好的 本来只是心里想想 谁知他竟然说了出来 刘元抬起头震惊地看着他 李黑尴尬地后退了几步 搓着手脸上白了又红 语无伦次地说 呃 那个 那啥 我乱 好 这下轮到李黑瞪着眼睛 说不出来话了 嫁他跟跳火坑又有啥区别 他父母都没了 就他一个光棍 穷 还长得又丑又黑 刘元看了他一眼 又把视线飘向远方 再把视线调回来 看着他的眼睛重复了一遍 好 我嫁你 李黑以为他从没想过要染指刘元 只要能看着他就心满意足了 可当刘元答应嫁给他时 他想的就是把那只高贵的天鹅 牢牢地攒在手心 人哪 果然都是贪心的 许多人都劝刘元重新考虑 就算不论李黑那家庭条件 就他那个人也拿不出手啊 找个多好的未必有 但比李黑强的肯定有 刘元笑笑 话都说出去了 还能反悔 婚姻又不是儿戏 于是收拾好东西 就搬去李黑家 两人没白酒 李黑抓了只野兔 还弄到一点酒 算是庆祝 不过结婚夜 两人啥也没干 顾不上 李黑家太脏太乱 也太差了 就一间土培房 外面看着还好 里头的土墙都剥落了 刘元看不下去 挽起袖子就要收着 他们就着那点油灯 把屋子打理了一遍 前前后后忙了一星期 才看看把屋子收拾 像个住人的地方 李黑咧嘴扫着耳朵 乐得实在是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 刘元的这种态度 让他安心 这只天鹅是真的愿意 跟他过日子 要说婚后生活一帆风顺 那不可能 毕竟两人的成长经历 差别太大了 就连卫生习惯都天差地别 头一晚 李黑一脱鞋 刘元差点就呕了 李黑没有洗手的习惯 不管摸了啥 他看见吃的都能直接抓了就吃 为了这个 刘元不知道骂过他多少次 李黑也不识字 有时刘元说个啥 他要追着问好久才能明白 但日子还是过下来了 第三年刘元生了个女儿 李黑很高兴 心里更踏实了一点 不过他没踏实上多久 很快政策下来了 刘元他们可以通过高考回程 而刘元买了一批书打算考试 书是邮寄来的 瞒不住别人 这下村里人都劝李黑 把刘元的书烧了 他一考上肯定回程 到时候李黑怎么办 就说这几年 两人慢慢过好了点 但家底太薄 所以条件还只是那样 要是刘元跑了 他要再娶也难 李黑摇着女儿 闷头不吭声 刘元那会儿顾不上 他产后本来精力就差 他一拼 有时候连女儿喂奶 都顾不上了 李黑就熬着米糊糊 一点点喂女儿 第一年刘元没考上 第二年他还要考 村里人都摇头叹息 觉得李黑太窝囊了 刘元那副样子 肯定是要回程的 扔下他是板上钉钉的事 蠢 真是太蠢了 这婆娘就是他自己放跑的 李黑私底下也抹过眼泪 可能怎么办呢 他舍不得说刘元一句 他那么兴奋地期盼着 难道他要亲手打碎 就为了把那只偶然坠落的天鹅 绑在癞蛤蟆的身边 李黑是绝望的 他甚至去庙里私下求过菩萨 让刘元别考中 出了庙又后悔了 反回去跪在蒲团上 急切地把刚才的心愿全否定掉 他就这么忐忑着 煎熬着 也恐惧地等着成绩通知 刘元考上了 他可以回程了 李黑傻愣愣地坐着 有点不明白刘元在说啥 刘元推了他一下 哎呀 你快点收拾 别误了明天的火车票 李黑站起来 神油班往外走了几步 又转过头来问刘元 你说 你买了几张火车票 两张 有 有我的 刘元白了他一眼 不是你的是谁的 女儿那么小 不要票 他这才踩着轻飘飘的步子 去收拾东西了 但他哪有心情 耳朵里一直嗡嗡地 就想着一件事 刘元没有扔下他 他还要把自己也带回城去 他的嘴渐渐咧到了耳后 其实不仅李黑自己没想到 刘元的家人也不能理解 他们知道他嫁给李黑 但那是没有办法 现在他能回程进大学 又才24岁 就算有个女儿 他的将来也是不用愁的 何苦把自己跟一个乡下泥腿子绑一块 刘元都懂 一开始他也没想过把李黑带走 政策下来时 他把备考当成了理所当然 他拼了命要脱离乡下 直到那天 他看到李黑攥着他的书扔到篓子里 最后又捡起来 抹着眼泪 把捏皱了的地方 一点点斩平 放回原处 再后来 女儿也不闹着他了 整夜整夜都是李黑照顾着 就连出门干活 也是绑在他身上 那原本是他做母亲的责任 他把时间空间 以及希望都留给了自己 刘元的心 突然就酸得不成样子 他们之间的差距的确很大 结婚四年 他经常被气得不行 可是回过头想想 这段不短不长的婚姻里 改变和妥协最多的 不是他 是李黑 无论他说过啥 骂过啥 他都记得 然后努力下次不再犯 他用那么笨拙的 甚至卑微的方式向他靠近 一个人把他生命的信仰 都放到了你的身上 那种努力 让人心酸 也很难让人不动容 更何况 李黑没做错什么 自己又凭什么 给他一个被抛弃的结局 这不公平 刘元不曾想过 爱不爱李黑这件事 他只知道自己心疼他 舍不得他 也从来没有嫌弃过他 是的 他从来就没有嫌弃过李黑 所有人都觉得 李黑是最丑最黑的 那只癞蛤蟆时 他也没有 但从第一天 李黑递给他那把竹条时 他就知道 这个贫穷的 其貌不扬的农村男人 有一副好心肠 当初自己嫁给他 又何尝不是因为这个 逃避 权衡的因素 当然也有 可也未曾没有信任 嫁给一个对你不错的 又有副好心肠的男人 可能会更靠谱些 人哪 终究是要过一辈子的 世间夫妻 有情色和鸣的灵魂伴侣 也有他们这样 互相磨合的不离不弃 两人有差距没关系 只要一个不嫌弃 一个不放弃 没什么可怕的 他不后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